哈囉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療師Robert 歡迎來到羅伯特物理治療 你有沒有曾經因為手部有麻或是疼痛感而去看醫生的經驗呢? 看醫生的時候,是不是往往都得到一個答案就是 你這個問題是晚睡到症候群呢? 晚睡到症候群真的有這麼容易就得到嗎?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條件才會構成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呢?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五個在家裡可以自我檢測的方式 在了解自我檢測的方式之前 首先要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晚睡到症候群 晚睡到症候群就是手部的正中神經去受到壓迫 產生手掌、手指頭有麻木、疼痛 甚至握東西的時候會有無力感的問題 怎麼樣的人會比較容易得到晚睡到症候群呢? 通常我們都會以為上班族打字或是寫字很多 就比較容易產生晚睡到症候群 但是研究上面發現這一類的人得到晚睡到症候群的機率 反而還相對比較低 而且相關性也是比較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是必須要使用電動磚頭 或者是說比較高頻率反覆震動的器具的話 反而還比較容易產生晚睡到症候群的問題 除此之外 女生得到晚睡到症候群的機率 還比男生高出三倍之多 接下來就要教大家五個在家裡可以自我檢測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就是 當你手感覺到不舒服的時候 甩甩手 甩一甩看看會不會有症狀減輕的現象 因為在甩手的過程中會去影響到我們手部的神經 以及靜脈還有動脈的血流的情況 進而去減低手腕腫脹 正中神經受到壓迫的情形 所以如果甩手會降低你的症狀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正中神經有受到壓迫 再來第二點就是 計算我們手腕厚度以及寬度的比例 如果手腕的厚度除以寬度的數值大於0.67的話 代表你的手腕目前可能是有腫脹的狀況發生 那就很有可能因為腫脹而壓迫到正中神經 產生手麻疼痛或是無力的問題 再來第三點就是要摸摸看你的大拇指的直腹 是不是兩隻手的大拇指指腹感覺是一樣的 如果你感覺到比較鈍甚至說摸了 還不知道你的手指頭正在被摸的話 那代表說你的感覺可能有喪失或是損傷的狀況 接下來第四點就是年紀 如果你的年紀大於45歲的話 就有比較高的機會有碗碎到正後選的問題 在研究上面有發現 45歲到54歲以及79歲到84歲 這兩個年紀區間的人 會比較容易有緩碎到正後選 接下來第五點也就是最後一點 是填寫自我問卷的量表 這個量表有11個問題 裡面的問題大概就會包含了疼痛的嚴重程度 會不會有麻甚至說無力的感覺 還是說發生這樣症狀的頻率有多少 分數分為1到5 數字越大代表嚴重程度越多 回答完11題問題之後把所有的分數加總除以11 如果得到的數字大於1.9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有碗碎到正後選的問題 在做完以上5個自我檢測之後 如果有符合3點以上的話 那你有碗碎到正後選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那如果說真的有碗碎到正後群該怎麼辦呢 物理治療師在經由評估檢查之後 會針對手碗手臂的肌肉做放鬆的處理 如果關節的部分也有比較緊繃 或者是說關節錯位的現象 也會進行關節鬆動術 另外因為碗碎到正後群是正中神經受到壓迫的影響 所以物理治療師也很有可能會進行正中神經的神經鬆動術 除了物理治療師做的這些治療之外 在家裡可以進行手臂前側的伸展運動 維持伸展姿勢30秒反覆3-5次 來降低肌肉緊繃的程度 進而降低壓迫正中神經的可能性 在家裡其實也可以進行正中神經鬆動術的運動 我們以右邊做為示範 將右手舉到90度的位置 頭看向右邊 這時候將頭轉向左側 並且低頭看向地面 同時間手指頭往地面的方向伸展 維持這個動作大概20-30秒 可是如果這個姿勢反而讓你的症狀更嚴重的話 將你的頭轉向右側 只需要來回移動手腕就可以了 慢慢地如果症狀減輕的話 就可以將你的頭轉向左側 加強正中神經的伸展 以上就是在家裡可以自我檢測 晚睡到症候群的五個方法 還有在家裡可以自己做的伸展運動 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手部不舒服的問題 也可能是來自於頸椎、肩膀甚至說上手臂 所以還是要交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評估檢查之後 給予正確的治療還有指導 才能夠真正幫助到你並且解決問題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打開通知的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還有instagram的帳號 羅伯特物理治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